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个国民党籍的陈超明委员 因为说希望建议大家 社区老人在社区自己制作口罩 结果被引来云有一顿痛打 他昨天又在立法院面到苏登昌院长 他似乎很像语气放低了 跟苏登昌交心表态 我们看一下 我来到苏登昌室 我叫到苏登昌室 说你这样做中 所以跟我说一句话 狮子永远不会回头添狗贵 道不逃不相回 往今来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一路向前走 别为狗回头 就算被狗咬 你不会脑口 这样就把我考虑更强烈 大家就要笑了 这个陈超明委员脾气有点大 他说我的好心 叫大家罵 好心叫我雷针 他还说 他用这句话鼓励自己 他说这些可恶的网军 他说狮子永远不会回头听狗费 你们这网军都是狗 你给我背 我一个大狮子干嘛回头离你们 那他说妈妈妈 说这个什么 经理部推动口罩国家队 确实让国人有信心 你们的口罩都被称赞 我怎么推动老人家 在社区自己制造口罩 就被人家修理 上次跟他讲说 这种口罩没有GMP的生产规范 这带来不说很清新 亲家人 他还讲 我是先求有再求好 我是慢慢精进 我是倒不对 很像我们都不太对 那苏院长安慰他说 没关系 这没有恶意 行政团队没有在修理你 他说苏贞昌也常常被批评 苏仁昌最后还引了一句 这个什么 曾国凡的一句名言 苏仁昌再鼓励陈昌美人说 为政之道无他 奈凡而已 凡的事情才多 奈凡 没关系 不用生气 但是网友们似乎对苏仁昌的说法 比较不同意 网友回应说 为政之道 用用大脑而已 OK 黄议员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我也不会说他坏心 但是大家都 对他坏心都没必要接受 这实在是完隆 怎么说 这个陈昌明委员 他跟中国部分人士一样 他以为能够拿来遮的布 就可以做口罩 所以你看中国很多人 把尿布拿去做口罩 那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那一片小小的口罩 要学问蛮深的 他最外层叫仿年 仿年它有避水防水的作用 中间层学问最大 他们是直接把聚丙烯 经过高压高温直接溶喷出来 所以它直接叫做溶喷布 这个溶喷布它可以阻隔 阻隔病毒跟细菌 关键就是在那个地方 最内层那个ES 就是让我们呼吸可以轻松愉快一点这样子 所以小小一片口罩 其实学问很深 那陈昌明那个讲法 他说大家在家庭工厂 年长者这些 爸爸妈妈老公 最新研发的大饼包小饼 外套加那套 他是真的整个搞混了 那他对社区的服务热诊 这个大家不否定他 不过他在讲 这个什么狮子不会听狗废 我以为他是在讲狮子在讲 苏贞昌 狗讲他自己 不不不不 你敢吃人豆腐 你说我是狮子 我才不听这小狗废 你敢逗病 你敢拗 刚刚罗医师讲的一个非常好 其实法律最重要的就是 立法的原意跟精神是什么 立那个法就是要阻隔 就是针对 就不要群聚就对了 所以任何会导致群聚的 我们法律没办法一一去调列 所以这个原意跟精神 当然要保住 罗医师他们所属这个医师公会 我必须讲一下 他们真的很伟大 医师公会里面 已经有很多人 其实在疫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这几年来 他们组成很多 就是这样基层医疗协 他们这基层医师 他们主动出击 就刚刚文家修您提到的 为什么意大利 它这发生上来疫情会这么严重 我们台湾不会 就是平常我们这个社区医疗 就做得很棒 就是怎么样 基层医疗师们 他们主动出击 他们针对社区里面 很多独居老人 或者中低收入户 那没办法去就医 过去健保被锁卡 他们主动出击到他们家里 去访试去医治他们 所以这个他们长年都在做 不是做一两年而已 王医师 你知道本土登革的时候 前高雄市卫生局长 韩荣明韩医师 他在日常诊监里面 他想说这怪怪的 他主动想说你认识旅游市 说这奇怪 你还没做得到 所以这些基层医师们 真的是我们的土地公 这就是不违过 不违过 不违过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中共在这次事情之后 我觉得中共不足以代表 他们动不动讲 他们就是中国 他们五千年文化 中国五千年文化最重视的 理运大同编 劳有所终 刚讲为什么 那日本的也很好 日本就是这样 日本他们确实做到 这个劳有所终 他们长年以来 他们日本数十年来 在这个长照 跟老人的仰慕方面 做得非常好 他们那一块 甚至不让 他们不用请外用 他们不让外籍人士来介入 他们都自己日本 本国人 那去做这个服侍老人的 这个养护 长照这些工作 所以他们做得 非常的细微 所以我们台湾 这次防疫抗疫能够成功 就是有这么多 像医师工会 精神医疗协会 他们常年 平常就在做 所以他们对社区 对老人的养护 怎么照顾他们 还有对疫情 病情的提早发现 你看我刚刚在讲 我们就是关键时刻正确决策 你看我们去年12月31号 我们当时政府马上做两件事 第一件我们要求 从武汉直航回来的 我们要登基检疫 第二点我们同时间通告WHO 说这个武汉肺炎 而且为人传人 我们都在关键时刻 做了正确的决策 那这个正确决策 怎么来的 关键时刻怎么去发现 就是我们平常 平常在没事的时候 那基层有这么多好的医师 好的基层医疗师 年轻的医疗界 工卫医疗人员们 他们默默的在付出 那我必须讲 其实现在我们每一位国人 这我套一句 莎士比亚的话 You have to be crude only to be kind 为了仁慈 你必须残酷 也就是说我们对那些恶性的 像躲避居家隔离的 爬爬罩 像马云九这一类的 马云九你看 防疫抗疫的第一时间 武汉肺炎一发生的时候 他大声高调的讲 要我们政府就说 你赶快人道关怀 捐医疗物资捐口罩给中共 他是这么讲的 文家兄我不客气的讲 马云九那样做法 那叫拜登 拜登 三伯在假善悔 人国家都必须先自救 才能救人 他有这么拜登的 所以结果 他一而再再而三讲 然后社会谴责他之后 武汉包机 他又出来讲 他说武汉包机讲 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扯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 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说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 像一面照妖镜 那我们看出说 这南上原来这些家伙是这么糟糕 那我们全体台湾人 我们自行我们自救 我们永远跟那一些恶心 糟糕的势力 永远跟他们划清界限 OK好 昨天的结语用这张手板 丘吉尔在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 最危急的时候 他讲这句话 说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 危机我们今天面临了 我们全民工部门师部门 我们都付出了代价 付出了成本 付出了各种各种的牺牲 不要浪费这场危机 危机过后学到什么 政治上经济上公卫上 我们要有所获得 我不是在恨中国跟没有关系 中华民国的国民 伟大的台湾人 我用伟大 我们真的不简单 这个被大家抛弃的孤儿 很争气 不要浪费这场危机 再次用几张手板向一个 默默无名的医师致敬 他叫周冠权医师 我所知道 他是在属立医院服务的医生 那因为防疫需要被抽调到 中正机场国门做检疫的工作 他讲以下是我想说的 我想身为医护人员 对这场与病毒的战争 我也只是防疫大战中的一颗螺丝钉 做好分内的事 支援淘机的其他医师 还有很多北部什么桃源万芳等等的前辈 我只是尽我的本分 我只尽本分 我没什么特别超过 我只是本分 但我先声明清楚 一我认为出国的朋友 无论是旅游或是工作 大家都有大家的苦衷 不必去为难谁 完全同意 大家要出去打拼 我们就是一个开拓性的一个国家 一个海岛国家 我们出去打拼 要就有东西吃了 绝对没有仇视大家问题 现阶段我不认为应该 责怪出国 然后回国的朋友 请他们配合政府 做好防疫措施就好 真的做好这个就好了 好好在家简历 不要乱跑 有症状打1922 这样就是对医疗人员 最大的帮忙 以上谢谢简单二药 这就是脱下面罩之后 他给大家看到 帅气的一张脸孔 我们看一段卫生教育影片 再回来听实习最后的结语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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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的知识都还算是还蛮清楚的啦 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忽略地板 我看到这条 对地板这件事情 包包不要随时放在地板上 这个是危险动作 好OK非常谢谢今天三位精彩语台 我的结语是这样 微光会吸引微光 微光会照亮微光 我们相互找到 然后让我们一起发光 台湾加油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